好 再来看到是下资小开王子豪 和台中县议员王佳佳的离婚案 虽然经过了民事法院判决不成立 但是判决文当中呢 王子豪在婚后三个多月 以资金调度为理由 是一口气的向太太的娘家 借了860万 但借到钱之后却从来不谈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还钱 而在法院告诉过程当中 两方争议严重事项之一 是王佳佳所提出的家暴证明 也就是说从96年的8月 到97年的5月之间 王佳佳一共是遭受三次的家暴记录 而从女方所提供的简讯内容来看 王子豪确实坦诚 有打了王佳佳两巴掌 而且还是在怀孕期间 那么这一场官司诉讼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出在小孩的身上 因为下资还有王佳佳的家族 那么都希望呢 能够拥有孩子 双方到目前为止都不肯退让